肯定吳師傅滷味被爆料兩盤滷味賣一千八百四十元 在網路上掀起風波 甚至還有人指控四個人吃滷味吃了六千元 業者吳師傅飽受抨擊 還跳出來指控接到孔德電話 吳師傅接連遭到網友惡意騷擾 疑似不堪負評 連網路上相關資料全都下架 Google搜尋引擎 打上吳師傅滷味出現的只剩高雄西子灣店 肯定店的商家資訊以及網友評分等等 統統看不到 疑似是因為業者不堪鬧板主動下架 而這場滷味之亂還燒到其他店家 像是其他業者的營業類別 被人改成殯儀館 營業時間也遭改為永久停業 十七號晚間又有民眾發現 一間滷味攤有好幾名國稅局人員與員警進入 疑似在對業者突襲漏開發票 業者原本表示 是因為機器被員工撞壞才沒開發票 沒想到卻根本完全不是這回事 民眾普遍認為墾丁觀光區物價貴得離譜 擔心影響生計 商家自主消費糾紛小組 但因為引發風波的吳師傅滷味負責人 也在其中被質疑根本是求援兼裁判 業者如果不想解決問題 觀光勝地墾丁 恐怕會在消費者心中永久除名 記得張崇華強股評論報導